在这一天祭拜祖先进行各种仪式以祈求平安和吉祥。 对于鼠蛇的人来说,根据命理学的观点, 这个时期可能会成为他们运势转变的一个关键时刻。 从天干地支的角度来看, 鼠蛇的人在中元节期间由于天时地利的配合可能会迎来一些积极的变化。 蛇在十二生孝中对应的地支是四,与火元素紧密相关。 在中元节这个时期,如果天干地支的组合能够形成相生或相合的局面, 那么鼠蛇的人就可能获得额外的好运。 在一经卦象中,鼠蛇的人可能会在中元节期间受到风卦的影响。 风卦由雷上火下组成,象征着光明和盛大, 预示着鼠蛇的人在这段时间里可能会有丰富的收获和显著的成就。 风卦的出现,鼓励鼠蛇的人抓住机遇、积极行动, 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愿望。 在财运方面,鼠蛇的人在中元节期间可能会有意外的收入或投资回报。 这可能是由于他们之前的明智决策或投资现在到了收获的时期。 同时,鼠蛇的人在这段时间里也可能会得到一些额外的赚钱机会, 如意外的礼物、奖金或其他形式的财富。 在事业上,鼠蛇的人可能会得到提升或新的工作机会。 他们的努力和才能会被上级或同事认可, 从而获得更多的责任和权利。 此外,鼠蛇的人在这段时间里也可能会遇到一些有利于事业发展的贵人, 这些人可能会提供宝贵的指导或支持。 在人际关系方面,鼠蛇的人在中元节期间可能会遇到一些对他们有帮助的人。 这些人可能是新节时的朋友,也可能是旧知, 他们可能会在鼠蛇的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或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 在感情生活方面,鼠蛇的人在这段时间里会遇到一些积极的进展。 无论是单身还是已婚, 他们都有可能享受到更加和谐和幸福的感情生活。 对于单身的鼠蛇人来说,他们可能会遇到心仪的对象, 而对于已婚的鼠蛇人来说, 他们与伴侣的关系可能会更加亲密和和谐。 在健康方面,鼠蛇的人在中元节期间可能会感到精力充沛,身体状况良好。 然而,他们也需要注意休息和锻炼以保持这种良好的状态。 总之,对于鼠蛇的人来说,中元节不仅是一个祭拜祖先, 祈求平安的节日,也是一个可能迎来好运和成功的重要时期。 通过积极的态度和明智的行动, 鼠蛇的人可以抓住这个时期的机遇,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愿望。 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体验到更多的好事, 无论是在财运、事业、人际关系、感情生活还是健康方面, 都将迎来新的发展和进步。 鼠蛇的人应该珍惜这个时期, 用一颗感恩的心去祭拜祖先, 同时积极地规划和行动, 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好运。 他们的故事将激励着周围的人, 成为他人眼中的榜样和灵感的源泉。 在中元节这个特殊的时期, 鼠蛇的人将展现出他们的力量和智慧, 迎接一个充满希望和机遇的未来。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李淑彤大师在元祭前在, 写了这么四个字, 悲心交集。 悲苦,那是世间的常态, 而欣喜,那是世间的非常态。 在转瞬即逝的人生当中, 悲苦,总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而欣喜,往往很少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记得小时候, 有父母的庇佑, 我们会觉得生活特别幸福, 仿佛全世界都围着自己转一般。 这都不过是我们不安事事的幻想罢了。 人最痛苦的那一刻, 就是我们成为了别人的父母。 相信我们会感觉到, 生活貌似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尤其是在中年之后, 那接踵而来的痛苦, 不仅会让人内心纠结, 还会让人愁云惨淡。 我们不妨想想, 又有多少中年人是真正快乐的呢? 在别人面前的笑, 那都是假的。 而在别人背后的泪, 才是真实的。 每个人都活得心酸, 每个人都活成了自己最为厌恶的模样。 我想, 这就是人来到这个世界的经历。 经历苦难, 历经挫折, 然后安慰自己说, 人活着平平淡淡, 健康喜乐就好。 我们终究会明白, 一个道理, 中年之后, 尤其是49岁之后, 尽是劫难。 跟50岁朋友谈心一小时, 我差点心态抑郁。 朋友老李今年已经50岁了, 前段时间大病了一场, 做了一个手术。 就是这一次经历, 让他看透了很多事。 刚入院的时候, 老李手上没啥钱, 所以他的爱人, 只能到处去找亲戚借钱。 但是, 他的亲戚不仅没借钱, 甚至还想看老李倒大煤。 后来, 老李的几个工友凑了四五万, 给老李解了燃煤之急。 所谓乌漏偏逢连夜雨, 传破又欲打头疯。 在老李住院的时候, 在外地读书的孩子遇到了意外, 受伤了, 也入了院。 这, 让老李夫妇愈发焦虑起来。 在几天的时间里面, 老李的家庭变得岌岌可危起来。 在老李看来, 一旦他走了, 或者儿子出了什么事, 那这个家还要不要呢? 有一天, 他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说, 这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幸福的事, 不见得来到自己的身边, 反而是不幸的事, 接踵而来。 我指挥了他这么一句话, 在这个世上, 又有谁能真正活的幸福呢? 老李接着说, 躺病床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世间之人如此冷漠, 这人生如此艰难, 如果自己走了, 那就一了百了了。 只不过, 还有儿子和老婆, 真的不舍得他们, 当他谈到自己的儿子时, 他淡淡地说, 我也老了, 只想儿子能够平安一辈子。 如果那一次意外, 要了他的命, 那我们做父母的, 到底还活不活呢? 我现在也没钱了, 手头上的工作也丢了。 未来, 如果家里面出了什么事, 那我们就真的只能听天由命了。 还有老家的父母都快八十岁了, 孤零零的也挺惨。 我在想, 等自己历经半生, 也老了, 又活成父母的样子, 我的儿子也会活成我的样子。 如此, 这人生不就死循环了吗? 又有什么价值呢? 老李的这些话, 只让我想到了一个词, 那就是, 祸不丹脸。 首先, 人活着, 不仅自己要受苦, 就连我们的子孙后代, 也要受苦。 我们都希望他们过得好, 可是, 每代人都过得不好。 其次, 在这个苍凉的世道当中, 有太多的人都特别冷漠。 自己的生死, 在别人的眼中, 也许只是一个笑话而已。 如果说这世上有谁还爱着我们, 我想, 就只剩下不离不弃的父母, 以及跟我们相伴多年的伴侣和孩子了。 但是, 人到中年, 有太多的苦, 只能自己忍受, 又有谁能完全将这些消极的情绪给内化掉呢? 父母老了, 唯一可以支撑这个家的, 就只有我们自己了。 对于人生的理解, 其实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但是,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 在人大病一场, 或者经历沧桑之后, 就完全看透这一生了。 人到49岁, 疾病越来越多, 儿女也长大了, 自己所要肩负的压力也更重了。 这个时候, 又有谁能说自己就一定活得幸福呢? 有些人很有钱, 但未必有特别健康的身体, 有些人自己过得很好, 但他们的孩子就未必能过得幸福, 有些人更惨, 什么幸福都感觉不到, 余生只剩下黑暗。 当然, 在这个世上, 还有小部分的有福者, 既有钱, 又健康, 越活越滋润。 可是, 这些人毕竟是少数, 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年人来说, 痛苦, 无奈和悲伤, 才是我们所需要面对的现实。 有太多的人, 不怕死, 可就是怕病倒了, 手上没钱了, 身边的不幸也越来越多。 在他们看来, 死是一瞬间的事。 但病倒了, 没钱了, 那全家都惨了。 想起这么一句话, 没有一个人的中年, 是完全得偿所愿的。 对于往后余生, 我们只要保持一个态度就好, 顺其自然, 逐渐看淡。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才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在中元节这个时节, 鼠蛇的人若能多加祭拜, 特别是对祖先和土地神明表达敬意, 将有机会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大奖, 发横财, 享受富贵。 这个时间点, 不仅是传统上认为的鬼门开的月份, 更是鼠蛇人命运转机的关键时刻。 从命理学的角度来看, 鼠蛇的朋友们在天干地支的影响下, 这段时间的运势呈现出极为旺盛的迹象。 鼠蛇鼠火, 而中元节期间, 五行之火能量增强, 对应到易经的离挂, 离挂的火象征着光明, 智慧和内在的力量。 这意味着鼠蛇人在这段期间内将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内在潜能, 达到财运的巅峰。 地支中的四火在天干地支循环中, 处于一个相对强势的地位, 特别是在中元节这个农历七月, 四火的能量得到了大幅增强, 这代表鼠蛇人在这段时间内将受到来自四方的财富能量的汇聚。 无论是事业上的贵人相助, 还是投资理财的运气加持, 都将让鼠蛇人在这段时间内有极大的机会发横财。 根据易经卦象的启示, 鼠蛇人在中元节期间与其对应的卦象, 如离卦与乾卦的组合, 形成了火天大有的格局, 这是一个极为吉祥的卦象象征着富贵迎门, 财运亨通。 这个卦象告诉我们, 鼠蛇人在中元节期间若能心存敬畏, 对神明、祖先虔诚祭拜, 将会得到来自天上与地上力量的双重加持, 财运将大幅度增长, 甚至可能在某些意外机缘下, 中得大奖, 获得超出预期的财富。 此外, 鼠蛇的人在这段期间内, 还可能会感受到, 来自内心的某种灵感或直觉, 这些灵感可能会指引他们, 去参与某些特定的投资或购买某些特定的物品, 而这些决定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财富收获。 这些灵感的出现, 实际上是命运的提示, 提醒鼠蛇的朋友们, 这段时间内要特别关注自己内心的声音, 并且勇于追随内心的感觉。 在家庭方面, 鼠蛇的人若能在中元节期间多与家人团聚, 表达对祖先的敬意, 这将会让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 得到更多来自家庭的支持与鼓励, 这种家庭的和谐, 也将为鼠蛇人带来更多的财运。 特别是在这个时间点, 家族的凝聚力将成为鼠蛇人获得财富的重要基石。 鼠蛇的人在中元节期间, 还应该多关注自身的健身状态, 往往伴随着身心的平衡。 这段时间, 鼠蛇的朋友们可以选择一些, 有助于提升自身能量的活动, 比如运动、冥想, 或者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宗教仪式, 这将帮助他们更好地接收来自宇宙的正能量, 从而更加顺利地迎接即将到来的财富机会。 未来的日子里, 鼠蛇人还可能会遇到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贵人, 这些贵人可能来自于职场, 也可能是生活中的长辈或朋友。 他们的出现将在鼠蛇人的财运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 帮助他们更快地实现财富目标。 因此, 鼠蛇的人在中元节期间, 不妨多结识新朋友, 并且对身边的长辈保持尊敬, 这将有助于吸引贵人的到来。 总体来说, 鼠蛇人在中元节期间, 只要心存敬畏, 虔诚祭拜, 并且保持对财富机会的敏感, 将会有极大的机会中大奖, 发横财, 进而享受来自天地间的富贵之福。 这段时间是鼠蛇人命运的转折点, 财运将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达到巅峰, 让鼠蛇的朋友们迎来属于自己的财富盛宴。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极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这么一句话, 上天不度无福者, 佛门不度无缘人。 一个人, 如果没有福气, 那上天无论怎么度他, 其实也徒劳无功。 一个人, 如果没有缘分, 那他无论做什么都会受阻。 这人世间的诸多福气, 都跟人之命运有关。 这人世间的诸多问题, 则跟人之缘分有关。 没有好的命运, 没有好的缘分, 那他又能做成什么事呢? 有些人年纪轻轻就成功了, 大气早成, 这是他本身的能力和运气相互结合的结果。 有些人要到四十岁之后才能成功, 大气晚成, 这也是他个人命运和缘分的体现。 无论是大气早成还是大气晚成都说明了一点, 他们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缘分也是可以的, 老天对他们更是眷顾的。 曾世强教授说过, 很多人问我信什么, 我说我信天, 这些人都不以为然。 可如果不信天, 又能信什么呢? 一辆车撞过来人就没了, 一场意外过来人就走了, 天能救人同时也会抛弃人。 要知道, 老天爷要抛弃一个人, 往往会给出这些暗示。 暗示一, 一直顺畅, 什么阻挡都没有。 我们常说, 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 这人世间的苦难太多了, 所以每个人都在挣扎着求生存。 只不过, 能遇到苦难, 那是好事, 至少我们还能感受到真实的生活。 可如果遇不到苦难, 一直顺畅, 那问题就来了。 对此, 人们都会疑惑, 不是说人生顺畅是好事, 为什么说一直顺畅是不好的情况呢? 这一点, 我们只要看看人之身体状况就可以了。 普通人时不时都会发烧感冒, 换点小病小痛, 那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 有些人一直没有病痛, 身体看上去比平常人要好, 就说明他们的未来会有大病大活出现。 遇到小苦小难, 小病小痛会让人活得更谨慎, 只不过, 啥都没遇到过, 就说明有大的祸患在后头。 这, 这才是最要命的。 暗示二, 人狂妄到了极致, 丝毫不会收敛。 俗话说得好, 天狂必有雨, 人狂必有祸。 老天狂不狂, 那是他的事, 反正人管不着。 可是, 人一旦过分狂妄, 甚至认为自己无所不能, 那他就很惨了。 要想让一个人灭亡, 首先就得让他过分疯狂。 这, 就是我们常说的, 天作孽, 有可恕。 自作孽, 不可活。 狂妄之人, 一般都瞧不起身边人, 也没有感恩之心, 更不会谨小慎微, 总觉得自己了不起。 如此, 他就会惹来一堆的仇家和是非, 那他又怎能混得好呢? 哪怕是大富豪, 只要你过分狂妄, 说错了话, 做错了事, 那你也会朝不保夕。 人, 不会因为拥有了什么而过分强大, 在大自然面前, 所有人都是渺小的。 有句话说得很好, 要想成功先谦卑, 要想长久先感恩。 人, 要想保全自己, 不想遇到过多的是非矛盾, 就得少狂妄, 多谦卑, 方能明哲保身。 暗示三, 欲加颓废, 缺少了向死而生的局务。 有一位将军说过, 不想死的前提, 首先是不怕死。 在战场上, 往往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有信念有勇气的人方能胜出, 而没勇气没信心的颓废者, 自然就会被淘汰。 人生也是一个战场, 只不过在人生的战场中并不会牵扯到生死的问题。 我们所遇到的不过是成功与失败而已。 要想摘取属于自己的果实, 那我们就得有向死而生的勇气。 一次失忆不要紧, 屡战屡败, 而又屡败屡战, 那才是真英雄。 面对被称之为羽之神勇, 千古无二的项羽, 刘邦还是硬着头皮顶了上去, 最后才在屡败屡战中赢得了天下。 在晚年的时候, 他跟儿子是这么说的, 前面九十九次数了不要紧, 只要坚持到第一百次能赢就行了。 所谓投之王帝而后存, 置之死帝而后生。 没有在低谷中的突破, 又如何能有身处于高山之上的谈笑风生呢? 暗示四, 人过分贪婪, 愈发不择手段。 曾世强教授提出过这么一个观点, 为什么有些人作恶老天不收他? 就是因为他做的恶不够多, 一旦多了, 那他就万劫不复了。 上天, 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也给了每个人机会。 比如说, 有些人在作恶之前, 会感觉到良心不安, 这就是老天在提醒他, 希望他能及时迷途知返, 不然后面就肯定会蒙虎终归山上丧。 尤其是那些欲望特别强的人, 更要有及时止损的心理。 做了一点坏事, 问题不大, 及时改正, 浪子回头金不换, 依旧能走回正途。 只不过, 如果我们总是抱有侥幸之心, 总觉得做坏事没有人发现, 不择手段也没有人知道。 这就说明他的未来绝对不会太好。 一切天之地之, 还有自己知道。 所谓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没有一个人能逃过天道的惩罚。 也许人世间是不公的, 但老天绝对是公正的。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中元节乃天地人三界汇聚之时, 阴阳交接之际, 对于鼠蛇人而言, 更是一个极为特殊且重要的时刻。 从命理学的角度来看, 蛇年生效在此十七纪拜先祖, 不仅能够得到祖先的庇佑, 更能够借助这特殊的时空节点, 引动天地之间的能量, 从而大大提升自身的运势, 尤其是在财运方面, 更是有望迎来前所未有的好运。 从天干地支的角度分析, 蛇属四, 而四火在五行中属火。 中元节正值七月十五, 在农历的节气中处于利丘与楚属之间。 这个时候, 天地之气开始由阳转阴, 但余热有存。 这种微妙的平衡正好与四火的特性相呼应, 为鼠蛇人创造了一个绝佳的运势提升机会。 《易经》中的昆卦与四蛇相应, 昆卫地象征着包容和滋养。 在中元节这个特殊时期, 昆卦的能量被极大的激活, 这意味着鼠蛇人将得到大地般的滋养和支持。 这种支持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 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 通过虔诚的祭拜, 鼠蛇人能够感受到来自先祖的庇佑, 这种无形的力量将会在未来的日子里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好运。 中元节的祭拜活动, 从易经的角度来看, 可以理解为一种感通的过程。 鼠蛇人通过祭拜, 能够与天地鬼神建立起一种特殊的联系。 这种联系一旦建立, 就会在未来的日子里持续发挥作用, 为鼠蛇人带来源源不断的好运。 特别是在财运方面, 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机遇, 如众大奖或者突如其来的横彩。 从武行相生相克的角度来看, 中元节期间, 水火二气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水能克火, 但同时火也能使水化气上升。 这种平衡对于鼠蛇人来说, 意味着潜在的危机和机遇并存。 通过虔诚的祭拜, 可以化解潜在的危机, 同时又能够充分利用这种平衡带来的机遇。 这可能表现为一些意外的好运, 比如在投资或赌博中有意外收获。 值得注意的是, 中元节过后的一段时间, 大约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 将是鼠蛇人运势最为旺盛的时期。 这段时间内, 不仅财运亨通, 事业运和桃花运也会随之水涨船高。 在工作中, 可能会遇到贵人相助, 或者有重要的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感情方面, 单身的鼠蛇人可能会遇到心仪的对象, 已有伴侣的则会发现关系更加和谐融洽。 然而, 运势再好, 也需要个人的努力去把握。 《易经》中说, 君子藏气于身, 带食而动, 这句话正好适用于当前的鼠蛇人。 在好运来临之前, 要不断充实自己, 提升能力。 当机会来临时, 才能够充分把握, 将好运转化为实际的收益。 在具体的行动方面, 鼠蛇人在中元节后的一段时间, 可以适度参与一些机会型的活动, 比如购买彩票或者参与一些有奖竞赛。 但要注意的是, 不要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些活动上, 而应该将其视为平常生活的一种点缀。 真正的好运往往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慢慢积累而来的。 投资方面, 这段时间也是难得的良机。 鼠蛇人可能会有一些独特的见解, 能够洞察到一些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投资机会。 但同时也要记住, 投资始终伴随着风险, 即使在运势如此之好的时候, 也要保持理性和谨慎, 不可盲目冒进。 健康方面, 尽管整体运势极佳, 但也需要特别注意保养。 似乎旺盛, 可能会导致一些小毛病, 如失眠或口干舌燥。 建议在这段时间多食用一些滋阴润造的食物, 如鲤、银耳等, 同时保持充足的睡眠和适度的运动, 以确保身体状态能够配合这段黄金时期的好运势。 在事业发展方面, 中元节过后的这段时间, 鼠蛇人很可能会遇到一些难得的机遇。 也许是一个重要的项目, 终于获得批准, 或者是一个长期以来的职场目标突然变得触手可及。 无论是哪种情况, 都将未属蛇人的事业发展, 带来巨大的推动力。 这时候, 要特别注意把握机会, 不要因为畏惧或犹豫而错过。 同时, 也要保持谦逊的态度, 不要因为一时的顺利就忽视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人际关系方面, 这段时间也是建立新连接和加深旧关系的绝佳时机。 鼠蛇人可能会在一次偶然的聚会中, 认识一位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人, 或者是与一位老朋友重逢, 并从中获得宝贵的信息或机会。 这些看似偶然的相遇, 实际上都是命运的安排, 为未来铺平道路。 因此, 要保持开放和友善的态度, 珍惜每一次社交的机会。 在感情生活中, 单身的鼠蛇人可能会遇到令人心动的对象。 也许是在参加中元节相关活动时, 或者是在庆祝好运时, 会邂逅一个特别的人。 已婚的鼠蛇人则会发现与伴侣的关系更加和谐, 可能会共同规划一些令人期待的未来计划, 如置业或长途旅行。 这种和谐的关系, 不仅能够给生活带来快乐, 也能为事业和财运的发展提供稳定的后盾。 对于那些正在经营自己事业的鼠蛇人来说, 这段时间可能会迎来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也许是一个长期以来的计划, 终于可以实施, 或者是一个新的商机突然出现。 无论是哪种情况, 都要保持冷静和理智, 仔细评估每一个机会, 不要因为一时的兴奋而做出草率的决定。 在学习和个人提升方面, 这段时间也是极为有利的。 鼠蛇人可能会对某个领域产生浓厚的兴趣, 并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的进步。 这种学习不仅能够充实自己, 还能在无形中提升个人魅力和竞争力, 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财运方面, 除了可能出现的意外之财, 日常的收入也有望得到提升。 可能会收到意外的奖金或加薪, 或者是副业收入有明显增长。 但要记住, 财富的增长不应该成为炫耀的资本, 而应该视为一种责任。 合理规划和使用这些财富, 不仅能够让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还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 展望未来, 这段时间的好运势, 很可能会对鼠舌人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也许你在这段时间所做的一个决定, 或者遇到的一个人, 会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内, 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因此, 在享受当下好运的同时, 也要着眼长远, 为未来做好规划和准备。 总的来说, 中元节极其后的这段时间, 对鼠舌人来说, 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通过虔诚的祭拜和正确的行动, 有望在财运、 事业、 感情等各个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 但要记住, 好运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如何去把握和利用这些机会, 保持谦逊和勤奋的态度, 相信鼠舌人一定能够在这波好运中收获满满, 并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最后, 虽然这段时间运势极佳, 但也不要忘记回馈社会和帮助他人。 正所谓福报, 好运越多, 越要懂得分享和付出。 这不仅能够让好运持续延续, 更能够在付出的过程中, 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快乐。 相信, 只要保持这种正面积极的心态, 鼠舌人的好运势必将绵延不绝, 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人生篇章。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一位名人说过, 以前得意放纵的时候, 总喜欢侃侃而谈, 把内心想说的, 看到不公正的都说一遍。 后面被捶了, 才突然发现自己走了一条歧路, 连名人都会因为嘴巴太多而闹出问题, 又何谈试我们这些普通人呢? 越是缺乏岁月魔力的人, 越会被嘴巴所悟。 记得年轻的时候, 我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真话, 抒发内心的感情, 会招来那么多人的厌恶和反感呢? 后来, 在不断的磨练中,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 越是说真话, 就越会触犯到别人的利益, 从而受到别人的针对。 而越是放开嘴巴说话, 就越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曾世强教授说过这么一句话, 说话, 就该说那些恰当的话, 你恰当了, 别人才会对你恰当。 人与人之间交往, 也是这个道理, 你对别人好, 别人才会对你好。 你对别人说恰当的话, 那别人才会对你保持友好的态度。 这就是江湖的真相。 一个人的福气到底好不好, 其实我们不用看什么地方, 就看一个人的嘴巴就清楚了。 说话, 一旦触犯别人的利益, 后果很严重。 在三国时期的魏国, 有这么两位谋士, 杨修和贾许。 虽然他们的智商差不多, 但由于情商有差别, 所以前者被曹操砍了, 而后者得以善终。 杨修, 把人心看得透透的, 就连曹操在想什么, 他都能猜出来。 什么一人一口酥, 什么阔字代表门太大, 要拆掉, 直接让曹操的想法一览无余地展现在大臣面前。 最让曹操无法容忍的, 应该还是杨修在汉中之战前的表现。 大战前, 曹操想撤兵, 但他不好意思说出来, 就以鸡肋为军营的暗号。 杨修听到鸡肋一次后, 就断定曹操想退兵, 便把这些信息传播出去。 结果, 就是曹操容不下他, 直接把他给砍了, 然后果断进兵。 这, 就是杨修多嘴, 而不得善报的恶果。 跟杨修同时期的假许, 只要一下潮, 就不跟任何人往来, 连话都不说一句, 静止回到家中, 就关闭大门, 拒绝迎客。 贾许的儿子就特别疑惑, 问了一句, 父亲, 我看别人都一同下潮, 相互交流, 扩展人脉圈, 为什么你就不这么做呢? 贾许只说了一句话, 我们承蒙丞相的恩典, 可以存活下来, 荣华富贵能够享之不尽, 就已经很好了。 臣子要做好本分, 千万别惹是生非。 所以, 贾许得以善终, 家人也得以保全, 世代富贵。 为什么贾许能够善终, 而杨修不能善终呢? 往大的方面来说, 就是做人的问题, 而往小的方面来说, 就是嘴巴的问题。 贾许嘴巴不多, 基本上都守口如瓶, 除非君王逼问, 不然也不会说一个字。 而杨修嘴巴太多, 直接揣摩主上的心意。 如此, 他不就被曹操厌恶了吗? 人在江湖, 说话太多, 并非是好事, 很有可能会引来 不必要的杀身之祸。 而不说话, 虽然不会有人注意, 但我们终究可以保全自己。 有一位大师说过, 必要的时候说话, 是为了做好自己的本分。 而其他的时候不说话, 默默做事, 则是为了保护好自己。 多说话, 少做事, 很容易被人算计。 少说话, 多做事, 也许会徒劳无功, 但一般都能善终。 人活着, 不就只寻求善终二字吗? 安安稳稳到老, 一辈子平淡无忧, 也没有什么仇人, 反正能够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家人安康。 如此, 不就是一种幸福吗? 为人处事, 要以修心为主, 而安身立命, 要以沉默为主。 侃侃而谈, 不如不说。 沉默是今, 方为大吉。 这, 才是真相。 一个人后半生的福气, 从嘴巴就能看出来了。 海面, 我们要花两岁的时间学说话, 却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学闭嘴。 说话容易, 可闭嘴很难。 尤其是在纷纷扰扰的江湖当中, 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本事, 但并非每个人都能保全自己。 消极的话说太多, 会惹来别人的反感。 真话说太多, 会伤人的心, 也会触犯别人的利益, 那别人就不得不去针对你了。 同样的道理, 你整天说一些鸡鸡的话, 满嘴都是鸡汤, 那别人也会觉得你特别虚伪, 不够真实。 这就是左也不行, 右也不行的真相。 对于年轻人来说, 要想让事业得以发展, 就得少说话, 多做事, 还得借鉴别人的经验。 对于中年人来说, 要想家庭安稳, 生活幸福, 就得把话藏在心底, 不要让别人知道 我们的内心在想什么, 保持一定的诚服。 对于老年人来说, 要想晚年安康, 何家安乐, 就得少说话, 少管闲事, 多听听儿女是怎么说的, 看看她们是怎么做的, 尽好自己的本分, 那就足够了。 要知道, 守住嘴巴, 那我们这一生的福气 才会源源不断。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属猪的人, 在大多数情况下, 给人一种乐观开朗, 随遇而安的感觉, 他们享受生活, 似乎没有什么事情, 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 然而, 在怎样放松的人, 心态方面也会遇到坎坷, 区别在于是否能够安然度过, 以及他们的后半生运势是否稳定。 2024年, 对于属猪人而言, 是一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一年, 流年运转和太岁的影响, 将会对他们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命理角度来看, 2024年是假尘年, 天干假木, 地之尘土。 对于属猪人而言, 天干假木生亥水, 地之尘土与亥水相冲, 这样的组合, 意味着属猪人在这一年里, 会经历一些情感和精神上的波动。 假木生亥水, 意味着属猪人的内在力量和情感, 将会得到增强, 这使他们在面对挑战时, 更具韧性和决心。 然而, 尘土与亥水的相冲, 也暗示着属猪人在这一年里, 会遭遇一些外在环境的压力, 尤其是在职业发展和人际关系方面。 尽管如此, 2024年对于属猪人来说, 依然是一个可以迎来好运和发展的年份。 首先, 假木生亥水, 这意味着属猪人在这一年里, 可以获得许多新的机会, 特别是在事业和财富方面。 假木代表着生长和扩展, 这预示着属猪人在事业上, 有望迎来新的发展和突破, 尤其是那些从事创意、 教育和科技领域的属猪人, 他们的才能和智慧将会在这一年里, 得到充分的发挥。 此外, 属猪人在这一年里, 也容易遇到贵人相助。 假木生亥水, 这样的组合, 使得属猪人更容易吸引到 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合作伙伴, 这些贵人将会在关键时刻 给予他们帮助和支持。 特别是在事业上, 属猪人有望获得上司的提拔 和同事的认可, 这将为他们的职业生涯 带来新的高度和成就。 在财运方面, 属猪人在2024年 也有望迎来丰收的一年。 假木生亥水, 水代表着财运的流动和积累, 这预示着属猪人 在这一年里 会获得意外的财务收益, 尤其是在投资和理财方面。 属猪人可以在这一年里 大胆尝试一些新的投资项目, 只要他们保持谨慎和理性, 便有机会获得可观的回报。 此外, 属猪人也应注意理财规划, 避免冲动消费和不必要的支出, 以确保财务状况的稳定和健康。 在人际关系方面, 属猪人在2024年里 会遇到一些挑战。 尘土与害水的相冲, 意味着属猪人在与他人相处时, 会面临一些误解和摩擦, 尤其是在与家人和亲密关系中。 因此, 属猪人需要在这一年里 更加注重沟通和理解, 避免因小事而引发的争吵和不快。 同时, 属猪人也应学会宽容和包容, 尤其是在处理与家人和伴侣的关系时, 只有通过真诚和耐心的沟通, 才能化解矛盾, 维护家庭的和谐与幸福。 在健康方面, 属猪人在2024年 需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虽然甲木生害水的组合 为属猪人带来了旺盛的精力和活力, 但尘土与害水的相冲, 也暗示着他们会面临一些健康方面的挑战, 特别是在肠胃和呼吸系统方面。 因此, 属猪人在这一年里 需要更加注重饮食的健康和规律, 同时也应加强锻炼,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以确保身体的健康和活力。 总的来说, 2024年对于属猪人而言, 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年份。 虽然尘土与害水的相冲 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外在的压力和挑战, 但甲木生害水的组合, 也为他们带来了许多新的机会和好运。 属猪人只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抓住机遇, 迎难而上, 便有望在这一年里迎来事业的突破, 财富的积累, 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 同时, 属猪人也应注意身体的健康和生活的平衡, 以确保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保持身心的健康和幸福。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人说过, 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 那是奢望。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那是常态。 人为什么会身不由己呢? 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 无法改变现实的生活, 就只能接受现实的残酷。 如此, 人越老, 越能感受到, 生命终究是一种无奈。 很多人会说, 不是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吗? 为什么还会出现无奈的情况呢? 年轻人截然一身, 被生活毒打的次数还不够, 自然希望有我。 可一旦人成家立业了, 那就不是有我了, 而是只能听从生活的摆布了。 在《一代宗师》里面, 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叶问, 在人到中年的时候, 说过这么一句话, 四十岁前未见高山。 四十岁后, 才发现最难过的是生活。 一个人, 能够用拳头去战胜身边的人, 可他无法用拳头去战胜生活。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都是渺小不堪的。 只能说, 你我拿着不属于自己的剧本, 登上了不属于自己的舞台, 过着不属于自己的人生。 这, 就是所有人的现状。 远在农村父母的一个电话, 让我爆汗终生。 在省会城市工作的陈先生, 在四十四岁那年, 遇到了一件事, 让他爆汗终生, 一辈子都耿耿于怀, 那就是见不到父亲的最后一面。 为了能够在大城市顺利扎根下来, 陈先生基本就是夜以继日的工作, 就连逢年过节也很少回家。 在他看来, 拿两三倍的工资才是重要的事。 尤其是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陈先生发现自己的公司正在裁员。 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工作。 他没得选, 因为孩子还要读书, 父母也要养老, 自己每个月都要寄钱回老家。 这个时候, 如果他失业了, 那问题就大了。 有一天晚上, 四十四岁的陈先生正在跟客户洽谈。 这个时候, 六十八岁的母亲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 他的父亲患病了, 很严重, 希望他能快点回家。 接了母亲的电话后, 陈先生也没有什么表示, 因为他还在跟客户做生意, 如果这单生意黄了, 那他拿什么来养家呢? 况且, 他相信父亲也能顺利地挺过去, 问题不大。 就是他的这种心态, 让他错过了见父亲的最后一面。 几天后, 母亲跟他打电话, 说父亲去世了。 这一刻, 陈先生崩溃了, 因为他知道, 自己做了一件爆汗终生的事。 回到老家的时候, 父亲已经下葬了。 面对此情此景, 陈先生扑通地跪在了父亲的灵位前, 满脸都是眼泪, 气不成声。 那天晚上, 陈先生想了很多, 为了赚钱, 为了在所谓的大城市定居, 从而连父亲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这不就是一种悲哀吗? 更重要的是, 这些年逢年过节都没有回家, 基本连陪伴父母都做不到, 就为了那一点工资。 这真的有意义吗? 这两个问题, 直接击溃了陈先生的心理防线。 他只跟母亲说了一句话, 妈, 看来是我错了, 失去了这世间最重要的东西。 陪伴, 如今想要逃离农村的孩子太多了。 但他们都忘记了, 还有那逐渐老去的父母, 正在家中等待着他们, 希望他们可以梦想成真。 父母用自己的肩膀, 拖起了孩子的未来。 孩子却只能离父母越来越远。 没有办法, 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能陪伴父母到老去的那一天。 人到中年, 自然就会明白一个道理,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带。 时光太匆匆, 父母一旦离开了, 就真的无法弥补内心的缺憾了。 身不由己, 终始无奈。 如果你是上文的陈先生, 面对赚钱和陪伴父母这两件事, 你到底会怎么选择呢? 是选择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还是坚持赚钱的机会? 这让人无法选择。 选择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陈先生就只能从大城市回到老家, 以往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更何况, 回老家赚不到钱, 那他又拿什么来养活儿女呢? 选择坚持赚钱的机会, 那父母就只能被抛弃了。 远在农村的他们, 也许能收到孩子寄来的钱, 但连孩子的一面都见不到。 试想, 人老了, 差不多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儿女竟然没有资格回家陪伴父母老去, 这不就是一种悲哀吗? 只能说, 在现实面前, 每个人都需要低下高贵的头颅。 没有人可以活得容易, 没有人能够有资格选择自己的人生。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只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了。 对于上述这件事, 还是要说, 钱终究是赚不完的, 而父母之情就只有今生而无来世了。 与其一辈子遗憾, 不如及时尽效。 什么钱财, 什么名利, 都不如陪伴父母到老中药。 否则, 一旦选择错误, 那我们的余生就只有遗憾了。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蜀猪人注意, 2024年你们的社交运势将如何变化? 这些人际关系的秘密将让你受益匪浅。 从武行相生相克的角度来看, 2024年的土旺对蜀猪人来说虽然有一定压力, 但也提供了稳定和踏实的基础。 土代表着稳重和实际, 这提醒蜀猪人在这一年里要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同时, 木生水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这意味着蜀猪人在困难时刻总能得到贵人相助, 或者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在人际关系方面, 2024年对蜀猪人来说, 是一个建立新连接和深化就关系的好世界。 会在一些社交场合, 认识对未来发展很重要的人, 也会与久未联系的老朋友重逢, 从中获得意想不到的机会或资讯。 蜀猪人应该保持开放和友善的态度, 积极参与各种社交活动, 拓展人脉网络。 对于事业有成的蜀猪人来说, 2024年是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的好世界, 会面临一些关于职业方向或者企业发展的重要决策。 在做这些决定时, 要充分考虑长远利益, 不要被短期利益所迷惑。 同时, 也要注意培养和提拔人才, 为未来的发展储备力量。 在投资理财方面, 2024年蜀猪人要特别谨慎。 虽然会有一些诱人的投资机会出现, 但一定要仔细评估风险, 不要盲目跟风。 特别是在9月和11月, 会遇到一些看似很好, 但实际风险较高的投资项目, 一定要保持理性, 做好充分的调研。 相对而言, 稳健的理财产品更适合2024年的蜀猪人。 对于正在创业, 或者有创业打算的蜀猪人来说, 2024年是一个需要稳扎稳打的年份, 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挑战, 但只要保持耐心和毅力, 终究会渡过难关。 特别是在8月和9月, 会有一些新的商业机会出现, 这是扩大业务规模, 或者调整经营策略的好时机。 在家庭生活方面, 2024年蜀猪人, 会面临一些需要协调的情况。 会有一些家庭成员之间的小矛盾, 或者意见分歧, 但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沟通和理解来解决的。 特别是在年底的时候, 会有一个家庭聚会或者共同旅行的机会, 这将大大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 总的来说, 2024年对属猪人而言, 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年份。 虽然会面临一些阻力, 但只要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 就能够克服困难, 实现个人成长和事业发展。 要记住, 每一个挑战都是成长的机会, 每一次失败都是通往成功的垫脚石。 在新的一年里, 属猪人应该保持谦逊和勤奋的态度, 积极把握每一个机会, 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最后, 属猪人还应该注意, 在2024年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生活习惯。 虽然会面临一些压力和挑战, 但不要忘记猪的天性是乐观和随和的。 要学会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中, 找到放松和享受的时刻, 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期待。 适当的运动, 健康的饮食, 充足的睡眠都是保持良好状态的必要条件。 同时, 也要注意培养一些兴趣爱好, 这不仅能够缓解压力, 还成为未来事业发展的新方向。 2024年的属猪人, 只要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 合理规划时间和精力, 相信一定能够在这一年里, 收获满满, 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哲学中, 有这么三个问题, 我们从哪里来, 然后到哪里去, 到底为了什么? 有思想家认为, 人类降生到这个世界, 目的就是为了探寻此生的意义, 从而不让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 世道纷纷扰扰, 使人匆匆忙忙。 也许弹指一挥间, 我们的人生就已经过了大半了。 在时光面前, 我们的这一生就跟没有活过一样。 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 如何才能更好地活好这一生呢? 儒家的孔子认为,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这是你我对于个人和社会责任的追求。 道家的老子认为, 人这一生, 要以出世的态度去生活, 懂得修身养性才是正道。 道家的庄子认为, 人活着就该逍遥于天地之间, 不要受到世俗的束缚, 尽心地活一场, 那我们的人生就圆满了。 当然, 佛家的佛陀认为, 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度尽此生的劫难, 不再有世俗的欲望, 活成最为纯粹的模样。 其实, 不同的人对于人生意义的理解, 也都各不相同, 而我们也该有自己的追求, 切勿让自己白活一辈子。 八十岁了, 才彻底明白人生的真相。 镇上的陈老伯, 今年已经八十岁了, 虽然卧病在床, 但他对于自己的一生, 已经很知足了, 因为他曾经为自己活过一场。 年轻的时候, 他去过农村, 进过工厂, 反正看透了云云众生下。 中年的时候, 他下海经商, 也去过南洋, 交过不同的朋友, 看到过不同的风景。 到了晚年, 他选择回到老家, 捐了一笔钱, 用来资助当地的孩子读书, 反正特别有善心。 想起自己的经历, 陈老伯其实特别满足。 在他看来, 有很多事, 自己都经历过了, 虽然说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 但能在这个世上留下一点痕迹, 也算是无憾了。 有一次, 他跟年纪三十岁的孙子, 说了这么一句话, 没必要抱怨人生太苦, 你只是这世间的过客而已。 你此生的使命, 就是听从本心做事, 没必要在乎别人说什么。 孙子特别不解, 就问了一句, 我想成就一番功名大业, 可还是无能为力, 那我该怎么办呢? 而且, 我看到身边的朋友都特别有钱, 所以我觉得自己特别失败。 对于孙子的话, 陈老伯是这么回应的, 人活一世, 又有什么好比较的呢? 很多东西都是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 唯一有价值的, 就是你的经历。 人老了, 领悟这三点, 人生就圆满了。 第一点, 经历不同的事, 欣赏不同的风景。 俗话说, 井蛙不可与海, 下虫不可与兵。 井底之蛙和下虫, 就是因为存在一定的缺陷, 所以他们无法认清这世间的现实。 但人不一样, 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和空间。 只要我们想,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不同的事, 经历不一样的人生。 就像上文的陈老伯, 当过农民, 工人和商人, 也当过老板, 到过不同的地方, 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这, 不就是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吗? 但愿我们, 不要在老去的那一天, 才对白纸一般的前半生, 感觉到遗憾。 有些事, 及时做, 甚至尽快做, 那才是我们的追求。 第二点, 听从本心, 意随心动。 王阳明认为, 此心就是宇宙, 此心就是世界。 我们的心, 就是我们的一片天地, 也是我们此生的导引者。 该走向何方, 该过成什么样子, 不要让别人来决定, 而是要听从自己的心意。 就像月亮与六变世中的主人公, 年纪四十岁, 还敢放弃一切, 去追寻心中的梦想。 这, 真的就不正常吗? 他没有不正常, 反而活很通透, 因为他听从了自己的本心,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否则, 他终究会在老去的那一天, 才后悔唏嘘。 那个时候, 就真的迟了。 第三点, 不争不愿, 尽好本分。 白居易写道, 蜗牛脚上争何事, 石火光中祭此生。 在蜗牛的触角上, 我们到底要争什么呢? 啥事都没有必要争, 因为人生太短暂了, 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争的执念上。 这一刻争赢了, 不见得未来就一定会赢。 这一刻输了, 不见得未来就一定不幸。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他的时区, 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就像有些人大器晚成, 上了年纪才成功, 难道他就需要纠结吗? 就像有些人一辈子都顺畅, 而我们历经波折, 那我们就该自卑吗? 做人呢, 不要争太多, 也不要怨恨太多, 做好自己的本分, 那就可以了。 这里的本分, 就是完成自己的使命。 该去哪里发展, 就去哪里发展, 该得到什么, 就得到什么, 千万不要争执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所谓命中只有八斗米, 走遍天下不满生。 一个人真正的智慧, 就是他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尽力过好每一天, 尽心活好每一刻。 这才会让我们残缺的人生逐渐变得圆满。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从命理学的角度来看, 2024年甲晨龙年, 对于属猪的人来说, 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年份。 猪鼠水, 而2024年的地支沉鼠土, 土壳水, 这意味着属猪人在这一年会面临一些阻力。 然而, 天干甲木却能生水, 为属猪人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和机会。 这种天干地支的配置, 预示着属猪人在2024年将经历一个转型和成长的过程。 根据易经的观点, 2024年对属猪人而言, 可以用大过挂来描述。 大过挂象争着动粮不损, 意味着会遇到一些结构性的挑战, 但同时也暗示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这个挂象提醒属猪人在, 面对困难时要保持坚韧, 因为每一个挑战都是成长的机会。 在2024年的开端, 也就是农历正月, 属猪人会感受到一些压力, 这与年初的太岁冲击有关。 但是, 这种压力并非全然负面, 反而成为激发潜能的催化剂。 在这个月里, 属猪人应该多关注自身的健康, 适当放松心情, 为全年的奋斗做好准备。 随着春天的到来, 属猪人的运势将逐渐上升。 2月和3月是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此时天干假木的能量最为旺盛, 有利于属猪人在工作中展现才能, 获得上司或同事的赏识。 这段时间里, 会有意想不到的工作机会出现, 或是长期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 属猪人应该保持积极主动的态度, 勇于承担责任, 展现领导才能。 在财运方面, 2024年对属猪人来说, 是一个稳中求进的年份。 虽然不会有大起大落, 但只要保持勤劳和谨慎的态度, 收入将会稳步增长。 特别是在4月至6月期间, 会有一些意外之财, 比如投资回报或是意外奖金。 然而, 属猪人也要注意控制支出, 避免过度消费, 将这些额外的收入, 用于长期投资或者储蓄。 感情生活在2024年, 也将迎来新的变化。 单身的属猪人, 在7月和8月, 会遇到心仪的对象, 这是在工作场合, 或者社交活动中结识的人。 已婚的属猪人, 则会发现家庭关系更加和睦, 会共同规划一些 令人期待的未来计划, 如置业或长途旅行。 无论是哪种情况, 属猪人都应该珍惜这些感情机会, 用心经营关系。 健康方面, 2024年属猪人需要特别注意。 由于土壳水的关系, 会出现一些与消化系统, 或者泌尿系统相关的小问题。 9月和10月是需要格外关注健康的时期, 建议在这段时间进行全面体检, 并注意调整作息, 保持规律的运动习惯。 同时, 也要注意心理健康, 适当放松心情, 避免过度焦虑或压力。 在学习和个人成长方面, 2024年为属猪人提供了很多机会。 特别是在11月和12月, 会有机会参加一些培训课程或者研讨会, 这些经历将大大拓展视野, 提升专业技能。 属猪人应该保持开放和好奇的心态, 积极学习新知识, 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一位大贤者说过, 天救人, 天收人, 天道面前众生平等。 上天, 不会因为你是有钱人而对你特别好, 也不会因为你是有权人而让你千秋万代, 更不会因为你是有资本的人而让你一世无忧。 在老天看来, 某些人拥有的再多, 只要他愿意, 就能随便收回来, 包括他们本身。 而有些人需要老天打救, 老天也会倾力相助。 岑世强教授在演讲中提出过这么一个观点, 你是亿万富翁, 他是几十亿的富豪, 这些钱在老天面前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人还是要有点德行比较好。 如果你过得不如意, 那我劝你不要走歪路, 也不要不择手段, 而是要坚守自己的德行, 相信你的未来, 乃至于你的儿孙也不会过得太差。 老天对某些人的帮助, 其实不会立刻见效, 有些时候要一年半载, 而有些时候则要下一代才能看到。 这就是细水流长的眷顾, 立刻见效的东西多半是有害的, 而只有天道对你的好才是永存的。 要坚持老天要打救一个人多半会给出这些暗示, 再苦也坚守原则, 那是你的福报。 孟子, 滕文公下,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卫大丈夫。 不能因为富贵而失去自己的准则, 不能因为贫贱而丢掉自己的尊严, 不能因为别人有钱有势而向别人屈服, 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这番话, 很多人都不认可, 觉得是泛泛而谈, 不现实。 其实, 这就是一种误解。 试想, 每个人都是阿谀奉承的小人, 每个人都因为别人的势头而变得软骨头起来, 那人间又有什么浩然正气可言呢? 孟子说过, 我赡养无浩然之气。 这浩然之气, 就是充斥在天地当中的正气, 光明而温暖, 刚正而不屈, 就像普罗米修斯一般, 哪怕历经苦难, 也要将火种带来人间。 有些时候, 不要觉得坚守原则就是难事, 你的原则就是你身为人的体现。 老天, 不会照顾千篇一律的小人, 而只会眷顾有原则的不屈者。 做事谦卑且有度, 那是你的福报。 孟子曰,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 孔子身为至圣先师, 已经是世间知事最渊博的人了, 等他一登东山, 才发现鲁国如此渺小, 视野如此开阔。 等他一登泰山, 才发现天下尽收眼底了。 在宇宙面前, 地球过分渺小了。 在天地面前, 人过分渺小了。 所以说, 渺小的人就不能过分狂妄, 而是要有一定的谦卑之心。 有道士傲则败, 谦则得。 你在这方面有着不错的才华和创造, 但不等于你就是这个世间最领先的存在, 总有一些人比你还要强大。 这, 就是天外有天, 人上有人。 历史上, 吴王夫差因为瞧不起勾剑而失败, 霸王项羽因为放过刘邦而自吻于乌江。 这些人无不是历史上的能人, 可就是因为太傲慢而落魄了。 所以说, 做事谦卑, 做人有度, 不傲慢, 不自得, 才是长久之道。 处事镇定自若, 欲是临危不惧, 那是你的福报。 苏寻在《新术》中写道, 唯将之道, 当先置信。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麋鹿星于左而目不顺, 然后可以知厉害, 可以带敌。 真正有本事的人, 一定要以修养自己的内心为主。 无论是泰山压顶, 还是麋鹿出现, 我们都不要恐惧, 更不要被迷惑, 如此才能应对一切问题。 现代人, 其实还是要从心修起, 能够保持静心的姿态, 就不要暴躁, 能够镇定一点, 就不要慌慌张张。 试想, 人一遇事就慌慌张张, 那它又能成什么大事呢? 古往今来, 运气最眷顾的, 都是那些镇定自若, 且临危不惧之人。 三国演义中, 诸葛亮空城退司马, 司马一旦定夺大权, 曹操随机应变而脱险, 如此之人, 才能成就一番功绩。 一个镜字, 就是上述所有品质的概括。 静心名义, 方能得一万千。 一生勤勉善良之人, 天不负。 有人问过这么一个问题, 为什么作恶之人放下屠刀, 就能立地成佛, 而普通人, 则需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才能修成正果呢? 一位贤者说过, 作恶之人, 只剩屠刀, 所以他们只能放下。 而普通人, 手上并无屠刀, 但遇到了世间的一切琐事, 又何谈轻易放下呢? 其实, 普通人的一生, 特别不容易。 你善良点, 别人就会欺负你, 让你怀疑自己的善良, 到底有没有错。 你勤奋点, 别人就会觉得你不合群, 从而排挤你。 我们不妨问问自己, 如果善良的自己, 受到了这样的对待, 又该怎么办呢? 我想, 我们要给自己的善良加点锋芒, 同时, 还要在沉沦当中, 不改赤子之心。 人世几番浮沉, 万物皆为虚空。 你我只要对得起天地良心, 那你我, 都能善终而别。 仅此而已。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属狗人的命运, 可用《易经》中的名仪卦来解读, 其人生历程中, 充满了光明与黑暗的交替, 最终在生命的尽头, 跪于安详。 名仪卦象征太阳隐匿于地, 预示着属狗人一生中的磨难与挫折。 然而, 正如太阳终将升起, 属狗人在经历种种困境之后, 必然会迎来心灵的宁静与圆满。 属狗人天生具有坚韧不拔的性格, 这使得他们在早年和中年阶段能够应对各种挑战, 无论是事业上的波折, 还是家庭中的纷扰, 他们总能凭借内心的力量走出困境。 然而, 正因为他们在中年阶段积累了大量的责任与压力, 往往在晚年会呈现出身体上的疲惫与心灵上的沧桑。 从命理的角度来看, 属狗人的寿命并不完全取决于生辰八字或天干地支的组合, 而是受到其一生心态、生活方式以及与他人互动的影响。 若属狗人能在晚年保持内心的宁静, 减少与外界的纷争, 那么其寿命自会绵长。 反之, 若其在晚年仍然纠结于过往的遗憾或未尽的事业心理浩劫, 寿命可能会因此受损。 结合名一挂的挂项, 属狗人一生的运势可分为三个阶段。 初期似有光明, 但会遭遇早年的种种挑战。 中期虽然面临许多挫折, 但只要不失本心, 依然能在逆境中成长, 晚年则是他们享受生命成果的阶段。 若能在此时保持内心的安详, 与家人和睦相处, 属狗人将能够安然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 属狗人的一生, 按名一挂的挂项来分析, 其充满了命运的起伏与磨难。 名一挂项中, 名代表光明, 宜则代表隐匿或受伤, 象征着光明遭遇困境的境遇, 这与属狗人的命运轨迹有着深刻的契合。 在属狗人的一生早期, 命运的光明还未被完全遮蔽。 他们往往表现出极强的正义感和责任心, 勇于承担各种责任, 不为艰难。 此时的属狗人, 无论在事业、 家庭还是人际关系上, 都会因其忠诚, 正直的性格赢得他人的信任与尊重。 然而, 这种不屈不挠的态度, 虽然在事业初期能带来一定的成功, 却也为中年的命运波折埋下了隐患。 由于过度的付出和压力, 属狗人往往在中年阶段 会经历一系列的挫折与考验。 名一挂中, 太阳虽被乌云遮蔽, 但其光明仍未完全消失。 这恰如属狗人在中年阶段的命运。 尽管生活中的挑战层出不穷, 但只要保持内心的光明, 不被逆境所困, 属狗人依然能够在困境中找到突破口。 这段时期, 属狗人可能会遭遇事业上的停滞, 家庭中的矛盾, 甚至是健康上的问题, 但只要心态保持积极, 仍然可以渡过难关, 迎来新的光明。 随着年龄的增长, 属狗人的命运逐渐转向晚年阶段。 此时, 名一挂的挂像逐渐呈现出光明被完全遮蔽的状态, 这意味着属狗人的晚年, 可能会面临更多的身体与心理上的挑战。 由于中年时期的积劳成疾, 属狗人在晚年容易出现健康问题, 尤其是与心脏、肝脏、血液循环相关的疾病。 这些病症往往是长期压力、 焦虑以及过度操劳所引起的, 因此, 属狗人在进入晚年之后, 尤其需要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 适当放松心情, 减少负面的情绪影响。 然而, 即使在晚年遭遇健康问题, 属狗人依然能够依靠其坚强的意志力和对生活的热爱, 积极面对各种挑战。 他们的家庭关系往往较为稳固, 因此能够得到子女、伴侣的支持与关爱。 这种情感上的支撑, 可以帮助属狗人度过晚年的孤独与寂寞, 增添生活的温暖与慰藉。 属狗人在晚年最需要注意的, 便是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平和。 无论早年与中年遭遇了多少挫折, 属狗人只要能够放下对过往的执念, 便能在晚年迎来心灵的安宁。 这种心态的调整, 对于延年益寿也有着极大的帮助。 正如名仪挂中所示, 太阳的光芒即便被遮蔽, 但只要内心保持着那份光明, 生命的旅程依然可以圆满结束。 关于寿命问题, 属狗人的寿终时间并非一成不变。 命理学上认为, 一个人的寿命与其生辰八字, 天干地支, 命运轨迹等因素密切相关, 但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方式与心态。 对于属狗人而言, 若能在晚年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积极面对人生的挑战, 减少负面的情绪影响, 其寿命自然会有所延长。 反之, 便容易导致心力浩劫, 影响寿命。 从名以挂的角度来看, 属狗人一生的命运虽有波折, 但只要能够在晚年找到内心的平和与宁静, 便能安然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 生命的尽头, 对于属狗人来说, 应该是一个心态平和, 内心宁静的阶段。 此时的他们, 无论早年经历了多少风雨, 都能以一种从容的心态, 接受生命的终结。 在这个阶段, 他们的家庭关系依然是最重要的支撑, 子女与伴侣的陪伴, 将使他们的晚年生活充满温馨与慰藉。 属狗人的晚年命运归根结底, 还是取决于其内心的修养。 若能在晚年保持一颗平常心, 不再为过往所困扰, 生命的终点便会是一个宁静而圆满的归宿。 这种内心的宁静, 不仅能延长寿命, 也能使属狗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享受到真正的安宁与幸福。 最终, 属狗人一生的命运虽有坎坷, 但只要能够在晚年找回内心的光明与平和, 便能以一种从容的心态接受生命的终结。 寿命的长短虽然重要, 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有限的时光中, 如何活出自己的本心, 如何在生命的尽头迎来心灵的宁静与圆满。 寿终之时, 属狗人若能无愧于心, 无愧于人, 终会在平和的心态中自然地走向生命的尽头。 这一切, 一如名仪卦所示, 太阳虽暂时隐匿, 但终究会迎来新的曙光。 属狗人最终的归宿便是这一种从容与明镜, 不为过往所扰, 不为未来所获, 淡然地接受生命的终结。 再次提醒属狗人, 不要纠结生命的长短, 这并非最重要的, 关键在于是否在有限的时光中活出了自己的本心。 无论何时寿终, 只要一生无愧于心便可谓圆满。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每个人都糊里糊涂地来到这个世界, 可就是不知道自己活着有什么意义。 每个人只遵循着生物的本性, 繁衍生殖, 养大孩子, 然后离去,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有什么追求。 每个人明知道出生的结果, 就一定是要归去, 那他来到这个世界又是为了什么呢? 对于自己生命的意义,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 还是有很多人都活在了迷茫的世界当中。 有思想家说过, 那些没有思考过生命意义的人, 他们的生命价值就跟繁衍后代有关。 而思考过生命价值的人, 一辈子都在探究的路上, 到头来还是一无所得。 不论有没有思考过生命的意义, 其实多数人来到人间, 也仅仅是来到人间而已, 迷迷茫茫茫就活了一辈子, 浑浑噩噩就过了这一生。 没办法, 这才是众生的常态。 活着的意义看似很复杂, 可实际上就是两个字, 生存。 生来就是为了存活, 哪怕生命有终点, 可又有多少人会心甘情愿地离去呢? 所以说, 绝大多数人都活成了自己内心深处最为厌恶的模样。 人来到这个世界到底为了什么呢? 中年105岁的杨将先生说过,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 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 向后看, 人活一世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 向前看, 我的躯体不在了, 我的灵魂也没有了吗? 在杨将先生看来,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探索着生命的价值, 只不过我们都被固有的观念给束缚住了, 越活越迷茫。 就拿探索人生价值这件事来说, 我们不妨问问自己, 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实现生命的价值呢? 有人会说, 好好读书, 找个好工作, 帮老板打工, 赚到不错的薪水, 这就是价值。 有人会说, 父母希望我幸福, 我希望孩子幸福, 孩子希望他的孩子幸福, 一代又一代的希望下去, 这就是尘世间的寄托。 有人会说, 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 就为了功成名就, 大富大贵而奋斗一辈子。 这就是生命的价值。 上述这三种观念, 其实很常见, 但是, 它终究是迷茫的象征。 试想, 做牛做马就是价值吗? 代代都过着相似的人生, 就是寄托吗? 很多人, 其实都走到了死循环当中, 一辈子都没有走出来。 当然, 这是尘世的无奈。 谈到探索人生价值这件事, 杨将先生认为, 人生一世, 无非是认识自己, 喜恋自己, 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 除非甘心与禽兽无异, 但这又谈何容易呢? 认识自己, 这是多少人都知道, 但是做不到的事。 想起了一句话, 我们都明白太多的大道理, 可还是活不好这一生。 真正的认识自己, 并非是让我们随波逐流, 而是让我们明白, 自己喜欢什么, 想要做什么, 怎样才能实现内心的愿想和追求。 你喜欢科研, 那你就去搞科研, 在这个领域当中, 实现你的价值。 你喜欢文学, 那你就在文字的世界里面翻腾, 在天马行空的创作中, 实现你的价值。 你喜欢商业, 那你就在社交场和商业战场上, 展露才华, 在金钱和利益的碰撞中, 扣开人生理想的大门。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追求, 也有不同的想法, 我们不能要求他们趋同, 而应该让他们尽力去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活着。 就像月亮与六遍事中的主人公一样, 年过四十岁, 有车有房有事业, 可他还是抛弃了一切, 去追求从小就心心念念的艺术。 哪怕后半生流浪, 也让他的人生变得圆满, 人活着, 没必要在乎别人的看法。 在一百岁那年, 杨将先生说过, 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在这个人言可畏的世道里面, 想要展现自己真正的姿态, 那真的是太难了。 只不过, 不畏人言, 听从本性的人, 往往活出了令人羡慕的样子。 在十几年前, 有一位年轻人, 一毕业就边工作, 边环游世界, 反正没有按照平常人先立业再成家的观念去生活。 对此, 采访他的记者就特别疑惑, 我们都努力工作, 为了结婚生子, 顺利养老而奋斗, 为什么你没有这种想法呢? 年轻人说, 我从小就有一个走遍全世界, 看遍无数风景的梦想, 没有为了自己活过一场, 那我的生命就充满遗憾了。 十几年过去了, 这位年轻人成为了一位旅行作家, 也在旅行中找到了灵魂的伴侣。 可以说, 他是这尘世间的信任, 知道如何探究属于自己的生命价值。 其实, 在这个世上, 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生命价值。 也就是说, 地球上有七八十亿人, 那就有七八十亿种不同的追求和命运。 既然如此, 每个人都为了自己尽兴活一场, 然后悄然离去, 那人生将少了遗憾而多了满足。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属鸡人未来七日, 财运大开, 机缘巧合之下, 极有可能迎来意想不到的丰厚回报。 细究此事, 需借助一经卦象, 分析其运势, 以窥探其中奥秘。 一经中, 大有卦, 象征着盛大与富贵。 大有卦语, 自天佑之, 极无不利。 卦象显示, 未来七天, 蜀鸡人将受天道庇佑, 财运亨通, 有望在财物上收获大吉大利。 大有卦的阳气吉盛, 象征着财富的汇聚与积累。 此卦天佑之意, 意味着蜀鸡人在这段时间内, 将被命运之神所眷顾, 若能把握机会, 或可一跃成为财运亨通之人。 在天干地支的影响下, 蜀鸡人的命离蜀金, 金主财。 未来七天, 蜀鸡人命中财星与日祝相生, 财运大开, 极有可能在意外之财上获得佳绩。 此时, 正值农历七月, 五行中蜀金之力尤为旺盛, 蜀鸡人如能在此时采取行动, 无论是参与博彩或投资, 都将有望收获丰厚的回报。 蜀鸡人平日里性格谨慎, 处事沉稳, 但在未来七天中, 若能稍作冒险, 可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挂项显示, 此时蜀鸡人的运势处于极佳状态, 天使, 地利, 人和皆在, 若有心, 则天必应至。 建议蜀鸡人把握此段机缘, 不妨尝试一些平日不敢涉足的财务活动, 如购买彩票或参与一些短期的投资项目, 或许会有意外之财到来。 一经中的大有卦, 不仅仅意味着财富的积累, 还象征着心境的宽广与智慧的提升。 蜀鸡人在未来七天内, 应以乐观积极的心态, 面对生活的每一个机遇, 无因一时得势而困扰。 在追求财富的同时, 也要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宁静, 如此方能在收获物质财富的同时, 保持精神上的满足与愉悦。 未来七日, 蜀鸡人有望在财运上获得意外的收获, 尤其是在偏财方面, 这段时间的机缘十分难得, 值得仔细把握。 以大有卦为依据, 蜀鸡人此时正处于运势的高峰期, 此卦象征着丰收与富贵, 预示着财运的积累与繁荣。 蜀鸡人平日里待人处事多谨慎稳重, 但在此时, 稍作冒险或许能带来意外的惊喜。 根据天干地支的组合, 未来几天中, 蜀鸡人的命理金旺, 而金主财, 此时命中财性强劲, 与日注相生, 意味着蜀鸡人在近期将有望获得财务上的突破。 特别是偏财运, 即意外之财, 如中奖, 投资获利等, 借有较高的可能性。 从易经的角度来看, 蜀鸡人在这个时期的运势相当理想。 大有卦所代表的天佑之意, 不仅仅指物质财富的获得, 还包括心灵的富足与智慧的提升。 蜀鸡人在追求财运的同时, 也应注重内在的修炼, 保持内心的平和与明镜。 如此一来, 不仅能在物质上收获财富, 在精神层面也能达到满足与喜悦的状态。 未来几天里, 蜀鸡人若能心怀感恩, 并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好运与财富, 福报将更为深厚。 俗话说, 施笔寿更有福, 将自己的好运与他人分享, 不仅能积累人脉, 也能为自己带来更多的祝福。 蜀鸡人在分享财富的过程中, 还能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运势, 让未来的财运更加旺盛。 然而, 在追求财运的过程中, 蜀鸡人也需保持冷静与理智。 虽然未来七天是偏财运的高峰期, 但不可因此而过度冒险或贪图短期利益。 毕竟, 财富的积累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需循序渐进, 稳中求胜。 蜀鸡人应在享受财富带来的喜悦的同时, 保持对未来的长远规划, 做到理性投资与合理理财。 蜀鸡人还应注重在这段时间里, 进行必要的调整与修养, 保持身心的平衡。 虽然财运旺盛, 但身体健康与家庭和谐同样重要。 应合理安排作息时间,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以最佳的状态迎接财运的到来。 总的来说, 蜀鸡人在未来七天的财运, 可谓得天独厚, 尤其在偏财方面, 机会难得, 值得把握。 建议蜀鸡人在此期间, 多加留意身边的机缘, 顺势而为, 不可措施良机。 同时, 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 也要保持内心的平和与理智, 做到身心平衡, 方能长久享受财富带来的快乐与满足。 愿蜀鸡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财运亨通, 福禄寿齐全, 收获满满的幸福与喜悦。 另外, 蜀鸡人在此期间, 还应注重与家人, 朋友的互动与沟通。 财运虽然个人独享, 但与他人分享, 却能更添福报。 将财富与他人分享, 既能积累人脉, 又能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好运与祝福。 古语有云, 财不独享, 福不独行。 蜀鸡人在未来七天内, 不仅能收获财富, 还能通过与他人分享, 而增加自身的福报。 总之, 蜀鸡人未来七日中, 财运大旺, 极有可能在意外制财上有所斩获。 若能善加把握此段机缘, 或可一举实现财富上的突破。 怨属鸡人把握时机, 迎接属于自己的好运与丰收。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该是你的, 谁也抢不走。 而不是你的, 哪怕你再强求, 也一无所得。 人其实是比较贪心的生物,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切, 还觉得不够, 依旧想拥有更多。 这会让人得不偿失。 有个词, 概括得特别好, 物极必反。 一件事, 当它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那它就会往反方向发展。 一个人, 如果保持适当的做人态度, 那它自然能活得长久。 有到是命里只有八斗米, 走遍天下不满生。 我们就只能拥有这么多福气。 如果我们还贪得无厌, 选择拥有更多的福气, 那福气不就溢出来了吗? 祸患不就不期而至了吗? 贪, 到了最后, 就只剩下贫。 人, 得到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要么会遭受厄运, 要么会惹来小人, 反正不会有好的结果。 这, 就是我们常说的得不配位, 必有栽样。 做人, 还是要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 做好自己的本分, 那就可以了。 其他的事, 就不要强求太多了。 在这几件事上, 争太多, 会消磨你的福气, 没必要。 人, 千万不能赚认知以外的钱。 在资本市场中,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每个人都只能赚认知以内的钱。 你是科学家, 并没有商人的思维, 那你赚取科研的钱财就可以了。 商业领域就不要涉足了, 不然会惹来大问题的。 你是商人, 就不要羡慕搞学术的人了, 在商业领域深耕下去就行了。 部署于自己的领域, 一旦涉足了, 终究会白费时间和精力。 同样的道理, 对于普通人来说, 我们可以赚取跟当下这个岗位息息相关的钱财, 但一定不能触碰认知以外的钱。 就像那些不懂得炒股的小白, 看到别人通过炒股实现了身家翻倍, 所以他们也想试一试。 结果, 就是这些小白成为了别人的韭菜。 有句话说得很好, 见过人风光, 就没见过人挨打。 人, 还是不要太贪心比较好, 尤其是没啥资本的普通人, 一旦走错一步, 那钱半生的努力就白费了。 人, 千万不要争超越自己能力的职位。 有一位退休的大区总负责人, 他讲过一句话, 你是员工, 就不要认为自己的能力可以达到总经理的水平。 依次网上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很多人都对自己的能力自视甚高, 总觉得别人不行, 自己很行。 这, 往往会给自己招惹来不必要的祸患。 就拿管理来说, 他能管十个人, 而你一个人都管不了, 那你就没必要争别人的位置了。 哪怕争赢了, 也坐不稳。 在楚汉相争的时候, 韩信跟刘邦说, 大王你最多只能将兵十万, 而我多多一善。 虽然刘邦很不高兴, 但他还是认同这句话, 让韩信继续统领汉家的军队到处讨伐。 这, 就是刘邦的高明之处。 真正有本事的人, 他终究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哪里的才华突出, 哪里的才华一般, 由此设置合适的目标, 而不会贪得无厌, 最后自食恶果。 人, 千万不要争自己无法触碰的成就。 我们常说, 要给自己设置一个目标, 但这个目标要点起脚来就能碰到。 如果有一天, 我们给自己设置了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是我们奋斗一辈子, 甚至奋斗十辈子都无法碰到的, 那这个目标还有意义吗? 比如说, 我们这辈子就只能赚小钱, 可我们不服气, 非要把某位亿万富翁当成自己的目标。 结果, 我们会活得很痛苦, 比如说, 我们这辈子就只能成为普通人, 可我们不服气, 非要成为某大公司的老板。 结果, 我们越是攀比, 越是不满足, 越是活得不幸福。 要知道, 那些真正能赚大钱的老板, 有哪一个没有深厚的背景, 有哪一个没有充足的资本, 又有哪一个没有强硬的靠山呢? 人, 在争某件事之前, 要好好掂量自己的金粮, 太过狂妄, 终究是会惹祸的。 人, 千万不要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有句话说得很好, 不属于自己的杀, 不如扬了他, 不属于自己的人, 不如放过他, 不属于自己的一切, 不如无视他。 有些人喜欢这位女神, 但女神对他根本没有感觉, 甚至还产生厌恶的心理。 如此, 他为什么还要自讨无趣呢? 有些人本就不属于这个岗位, 可他依旧赖在这个岗位不走。 其实, 当他被人取代的那一刻, 那才是最丢面子的时候。 不争并非是让我们活得消极, 而是让我们有属于自己的定位。 自己是什么人就做什么事, 而不是糊里糊涂啥都要争。 这才是一种智慧。 争属于自己的东西, 放过不属于自己的一切。 要知道,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放过, 福气就来了。 而争太多, 福气就浅薄了。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才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西者, 天垂向, 献吉凶, 圣人向之, 而易经作。 无备命里之师, 以易经挂象, 观天之道, 执天之行, 解分事难, 助人与困惑。 今以鼠狗之人为力, 探讨其一生运程, 揭秘其命运之转折, 与好运之降临。 鼠狗之人, 性至忠诚, 守信不语, 其运势亦如其性, 稳重而踏实。 然命途多船, 飞翼马平川, 亦有曲折与坎坷。 无以易经之智慧, 为其解读, 以其未来致好运。 福义经六师四卦, 各有所主, 各有其义。 鼠狗之人, 若以卦象观之, 可参考虚卦。 虚卦上砍下钱, 水在天上, 待时而动, 象征着鼠狗之人, 在人生旅途中, 需耐心等待, 积极准备, 以赢未来之机遇。 虚卦之义, 未等待与需求。 鼠狗之人, 性急而终时, 然在事业与人际之处, 往往需耐心等待, 不可急于求成。 在虚卦之指引下, 鼠狗之人当明白, 时机未到, 静待未上, 时机一到, 则当积极行动, 以争取先机。 在事业之途, 鼠狗之人, 获益大有卦。 大有卦上篱下钱, 活在天上, 象征着光明与成功。 鼠狗之人在事业上, 经过艰苦奋斗, 终将迎来成功之日。 此卦提醒鼠狗之人, 成功非一蹴而就, 需精力磨练, 方能成就大业。 与人际关系, 鼠狗之人, 获得太卦之助。 太卦上昆下钱, 地天交太, 象征着和谐与顺畅。 鼠狗之人, 在人际之处, 以成相待, 终将获得他人之信任与支持, 建立和谐之关系。 在财运方面, 鼠狗之人, 获逢异卦。 异卦上驯下阵, 风雷相义, 象征着增长与发展。 鼠狗之人, 在财运上, 经过谨慎规划与积极经营, 财运将逐渐增长, 财源广进。 至于健康, 鼠狗之人, 获育忌记卦。 记记卦上砍下离, 水火记记, 象征着平衡与调和。 鼠狗之人, 在健康上, 当注重身心之平衡, 适当运动与休息, 以维持健康之状态。 在爱情之中, 鼠狗之人获得闲挂之气。 闲挂上则下山, 是山贤, 象征着感情之交流与感应。 鼠狗之人在爱情上, 以诚挚之心相待, 将能够获得真挚之回应, 建立深厚之感情。 鼠狗的人聪明伶俐, 他们的运势与易经相呼应, 象征着观察和洞察, 指引他们用智慧的眼光看待世界。 鼠狗的人勤奋而忠诚, 可能八卦挂象联系, 可以知过去与未来。 鼠狗人一生忠诚勤奋, 代表着成功和收获, 预示着他们的一生辛苦努力, 必将得到丰厚的回报。 鼠狗的人忠诚正直, 他们的性格象征着真诚和正直, 挂意提醒他们保持真诚, 将带来好运。 鼠狗的人中年到老年, 个性乐观随和, 在心态上会与与中福有关。 中福也是中年以后的福气, 代表着鼠狗人的诚信和信任会得到开花结果, 预示着他们的真诚, 将吸引更多的好运和家人朋友的支持。 鼠狗人要知道, 岁月或许会带走我们的青春, 但宇宙的法则终将为我们讨回公道。 当我们经历挑战和困难时, 我们要记住, 这些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 都是我们积累智慧和力量的过程。 通过一经的指引, 我们可以理解这些经历背后的深意, 并从中找到前进的方向和力量。 总之, 鼠狗之人一生运程, 虽有曲折, 但终将迎来转机。 在一经挂象之指引下, 鼠狗之人当明白, 耐心等待, 积极准备, 方能迎来好运之降临。 在事业, 人际, 财运, 健康, 爱情等各方面, 鼠狗之人, 皆有好运之可能, 唯需应对得宜, 方能获得最佳之结果。 无被命理之师, 已一经挂象为指引, 为鼠狗之人, 解读一生运程, 揭秘命运之转折, 欲示未来之好运。 愿赎,